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眼前这款铁工厂出品的The Hunter 猎人配色丰刃 刚才网上搜了一下 我上一个关于原色丰刃的视频是在2015年上传的 时间过得真快啊 眼前这款呢是另外一种涂装表现 猎人配色丰刃的一个作品了 同样来自于铁工厂 又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把玩的妹子 个头不大口袋级别的玩具 摇晃起来这一体性表现还是不错的 头雕方面呢还是拉进来看一下 其实基础的模具造型和之前的原色丰刃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配色方面呢有个别的差异 包括这个头雕啊之前的一些黄色变成了金色 而且头盔的颜色也有差异 不过涂装再变依旧不能改变封刃萌妹子的一个形象 胸部依旧坚挺手感很好啊 相对于它这个身材来说这个胸部的比例应该挺大的 翅膀上面这个枫叶的结构可以前后旋转了 而且两个翅膀呢有类似于联动的机关啊 你动一边另外一边就会跟着移动 口动性方面呢和原色也是完全一样的 头雕向各个方向扭动 向上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再摸一下胸啊 手臂提起来没问题了 手肘也有一个球形关节的连接 那么手掌呢是定型的一个状态 握持武器方面呢是两把大刀 比之前的原色多了一把 而且涂装方面是不一样的 刀柄和手部的结合也是特别紧实的一个状态了 腰身这个小蛮腰做出来 但是不可动啊 完全固定的一个造型 腿部向前向后侧踢都是OK的 外摆内收 而这个屈膝呢是特别赞了 做到一个几乎完全收纳的状态 也是变形的需要啊 但这个状态呢就使它有一个飞翔 或者是跳跃的动作展示了 而两个脚板呢没有特别接近性的调整啊 而是比较利于A字形站立的一个斜面的设定了 身材方面呢和山口转轮系的微震天 做一个直接的比照啊 这个比例是很合适的 萌妹子站着就可以服务微震天了 其实在开拍这一段之前 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做这段变形的展示呢 因为毕竟介绍原色的时候都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过它的一个变形状态和激励了 不过纠结了半天发现啊 纠结的时间就已经够拿来做这个视频了 所以索性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嘛 毕竟隔了那么久的时间啊 而且这款玩具把玩起来是非常轻松的 变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么说话间呢 上半身已经是变形到位了飞机的后部 就是把人形的两条腿做一个经典的翻转 再把它收纳在一起啊 那么翅膀上面的螺旋桨 这不叫螺旋桨 应该是锋刃啊 调整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最后呢 就是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手臂收纳了 利用肘部的球形关节 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使小臂上面的凹陷和肌翼上面的凸起 正好有一个对应的咬合位 两边一样静向的变形收纳 咱们的小风刃也就完成了 从人形到飞行器状态的变化 飞行器状态下的风刃 尺寸很小啊 主要是红色调为主了 要看起来这一体性是非常不错的 尺寸方面呢 比地级别的玩具小得多 但是要放在里面车震还是有些困难 相对于原色版本呢 似乎猎人配色的风刃 在配色方面要少了一些 特别是在飞机形态下 两个飞机翅膀上面的黑色要少很多 所以整个颜色的一个层次感 似乎没有原色来得那么强 不过还好 我觉得飞机状态下展示一下就OK了 这样的萌妹子呢 还更多的会把它摆在人形状态下 而人形状态下猎人配色是相当不错的 侧面来看机身也不算过厚了 底盘 两个胸部啊 看一眼就拔不出来了 摩擦起来 后起楼架是固定的 前部的起楼架有一个收纳的状态 当然这个车轮只是装饰了 并没有一个滚动性的展示 两个主机翼呢 其实上下有一定的调节幅度 后面这个垂直轨翼 如果使它能摆在更直的一个角度呢 你需要调整脚步的一个收纳了 那么作为人形状态下的武器呢 在载具形态下有一个不错的收纳位 挂上去之后比想象的效果要好 特别是加上这个涂装 有一种在天空拉出喷气线条的感觉 萌妹子提杀的玩具 当然是多多益善了 如果错过了原色版本 这款猎人配色的锋刃也是不错的选择 人形特别可爱 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头雕了 最喜欢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的部分人终于则之类沼 就会调整成的一个解采 是你 你不会痛苦的 如果不去托法 你的神套